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合作架构协议之提案 由于此因由法政府所任命之委员会 辅于去年八月方以空泛的理由 封杀民间要求ECFA应由公投决定的提案 我们不得不忧心 其将再度践踏人民要求做主的意志 再度剥夺人民公投的权利 因此有必要采取具体行动 提出严正声明 台湾人民经过数十年的努力 虽然争取到公民投票的权利 然而在现有鸟龙公投法施加的种种智库下 公投民主在台湾的实践 充满了无比的挫折 使这个原因实现直接民主理念 远可矫正代义政治缺失的制度 在这块土地上寸步难行 更为讽刺的是 唯一体现公投民主功能的澎湖国益公投 尽是在主政者机关算尽的强力主导下 排除公投法投票门槛的限制 使成为迄今唯一成功的公投实践经验 如果澎湖人可以寻公投决定他们要不要赌场 有什么人可以说 台湾人民不可以寻公投决定自己的未来 有什么理由可以说 台湾人民不可以透过直接民权来做国家的主人 我博是否应与中国签订ECFA 不仅严重冲击台湾人民的生活 更将深深牵动台湾的未来 针对这个影响深远的重大议题 人民当然有权要求共投 共同决定 共同承担 面对这个庄严而正当的诉求 即使是民选的总统 代义的立委 都没有加以阻挡的权力 少数几个完全欠缺民主正当性的公投审议委员会委员 凭什么致意曲解法律 乱权封杀人民的公投提案 我们在此郑重呼吁 公投审议委员会 应尊重人民公投的权利 无权针对国家主人的提案 进行实质审查 更无权否决 政府应该比照澎湖国益公投 直接将ECFA交付公投 现行的公投法 是一副处处阻碍人民 行使直接民权的恶法 政府如此 恶法易法 是在逃避民主监督 逃避人民做主的民主原则 我们郑重要求政府不要再利用公投恶法 愚弄人民 行政院应该立即提出公投法普正案 废除公投法不合理条文 包括 一 不应限制公民投票事项 二 应取消设置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 三 行政机关应有权力发动公投 四 国会中少数应有权力发动公投 五 应降低人民提案及连署门槛 六 不必设定投票率 即将于六月三号召开的公审会 并不具备民主正当性 但却在去年由十三位委员否决人民的提案 包括赵永茂 赵梅军 廖达奇 陈元英 何旭林 赖昊明 隋杜清 吴永全 朱新平 胡祖靖 林仁芳 萧高燕 萧千禧委员 多位委员教授政治法律相关科务 但却于公审会为等民主原则 否决行为严重背离民主原则 我们再度提醒 你们今天的决定 必须接受明天历史的审判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让人民做主 为历史负责 民主任 杜清 我们我更加领历史负责 每次学贵图 差车以为三样 因此他们不会很少人 亚 甕 苏黎 人民做主 那是全培武力的行动 我们走在马路上 我们没有 但是 借我们 博物 本土 還不是 五岁 那 小担贴 我們就要召集十分一圈 紐蓮先生 是中正第一分決 中校東派出所 我找林建良 請教指揮官 我們的行為已經違反行為由卿法 我現在依法第一次舉牌警告 希望門令二零組違反行為 現在時間 中華民國 1999年5月29日 11時40分 請教指揭 請教指揮官 我想記憶職責 剛剛我們早上早上 我們也看到很多嚴謹說 我們博會教育 所以 當然 非武力抗爭 絕對是一個民主的 我們追求民主 追求 被武力的精神 絕對不會 不會像個任何動搖 現在 我們又聊天 主持人 要讓我們就 我們就 若愛台灣 我們就緩緩的 緩緩的帶領 由我們的Jota帶領我們繞行前一圈 然後再往我們的目的地去行走 那是吧 其他主聲 我愛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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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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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雨灼 我爱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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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台湾